这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 巴拉格宗是我心目的圣地 是心灵的家园 我相信那些语言 人家就有事不得 谁就吃了朋友 有人觉得是天堂 有人觉得是囚牢 祖先千山万水的寻找 却被后人无数次的怀疑 三千米的落沓 仿佛就是梦想 与现实最真实的形象 而当那些康巴汉子 从大山深谷中走出来 我们聆听到了 来自神仙居所的天籁之意 心中的家园 心中的家园 大家好 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正在为您播出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康健 大家看到我这个手里拿的这部DVD 它的名字叫做《相约巴拉格宗》 是刚刚完成不久的一个音乐专辑 在这个专辑里面 几位藏区的一线歌手 用他们的歌声 讲述了一个艰辛而又曲折的故事 而这张专辑里边 是壮阔的画面和背景 都是拍摄于我们这个片子 开头所提到的这个地方 巴拉格宗 这个地方成为了众多明星 想往要去拍MV的一个拍摄景地 也是这个户外旅游和探险者的一个天堂 然而对于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来说 想着是要千方百计的离开这里 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园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远永远的向往 跟着祖先的脚步 心脚那一天 2013年的4月 在一场独特的旅游推荐会上 几位来自藏区的一线歌手 用歌声把在场的观众 带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巴拉格宗 巴拉格宗 在中国云南省香格里拉湖地 在十年前还是一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地方 我十八年前非常有幸走进巴拉格宗 那时候的巴拉格宗没有交通 从公路开始徒步 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巴拉格宗 那么那时候的巴拉格宗给我的印象是整个是一个封闭的 整个是原始的一个状态 即便是生活在云南香格里拉的当地人 巴拉格宗也是遥远而陌生的 这块有着176平方公里的地区 在众多的地图上也是缺失的 那时候的巴拉格宗没有外人 我可能是算第一批到达巴拉格宗的游客 那么对于我们的到来 单地的战民特别热情 热情到了几乎是让我们觉得是见到亲人的那种状态 招待我们到家里边去 把他们仅有的最好吃的肉拿出来 给我们煮了吃 可以说是虽然他们比较贫穷 但是看到外边的游客来 都把自己最好的食物拿出来 招待远方来的游客 这个是给我感受特别深 我们小时候最先进的家用的电器 就是手电筒 老人们买一个手电筒的话 把它用皮字你知道吗 拧皮缝起来包在里面 我也觉得是相当的神奇 那个手电筒 黑灯下火的时候 到打扇上的时候 开关一按 哇 亮的是这么一个地方 封闭 贫困 一度成为巴拉格宗的代名词 这可能是记录巴拉格宗的最早的影像资料 当时进出村子的就只有一条开凿于峡谷绝壁上的人马一道 在藏语里 巴拉是从巴唐迁徙而来的意义 而格宗是神仙居住的白色城堡 对于巴拉格宗的缘起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360年前的格萨尔王时代 统治巴唐的斯纳多吉吐斯 小勇善战 称霸一方 是康巴地区令人敬畏的人物 经过了大半辈子的征战之后 在他42岁那年 他突然对所拥有的一切失去了兴趣 他想寻找这样一个地方 那里不会让他想到战争 不会想到採夺 不会为自己膨胀的欲望而感到焦虑 于是他在20个部下出发了 用了三年的时间 踏遍了康巴草原的每一处山川河流 最后 这个巴唐壁区贤赫的家族 小事 而在巴拉格宗峡谷尽头的雪山脚下 却多出了一个平静的小村庄 跟着昨天的脚步 跟着昨天的脚步 寻找那一片净土 走遍了一个平静的小村庄 走遍草原和山谷 寻找我 心爱的栏目 远离战争和地空 小事和平和幸福 抛弃收摇和降土 寻找今生今世的归宿 然而这个美丽的传说 似乎并没有给后人带来福祉 重重的大山 深深的峡谷 一度成为他们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阻碍 我们觉得 这些山山寿水 全部都是给我们找麻烦 就是好像我们是在纸上 就是一个幻点一样 就这些纸上就 确实没得有点干净 特别是外面有发生 我们之间就是 觉得这些山山寿水 好像是发生一个矛盾一样 他们曾经反复地质疑过 祖先迁徙到此的决定 甚至离开自己的家园 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希望 其实当时我告诉你 我们村子的老百姓 都已经动摇了 动摇什么呢 不想要这个家乡了 走了 大家 因为外面在进步发展 里面还连店都没有 自来说更不要说了 就是要到外面去闯 闯了以后 到时候 闯出的店 米汤来了 以后就 总的希望我们 都帮到外地 不要这个家乡 那时候想 这座网络一朵山花 绽放在碧利群山环抱中的小村落 就是巴拉村 一个安静祥和的藏族村庄 也是斯纳定住的家乡 我的家乡 我特别的热 我长大了十岁以后 特别是 我的印象当中 当时确实是很艰难的 读书呀 各方面很艰难 然后呢 有个想法 我想走出去 我十三岁的时候 就走出去了 实际上什么都没带的那种走出去 走出去 是挺长大的想法 我从大山走来 前头扛着 扛着大山的色彩 挥手自己 走过的 道道山路 忘不了大山 给我的亲爱 我从大山路 改变家乡贫困的面貌 成为了许多像斯纳定住一样 走出大峡谷的巴拉村人的梦想 然而现实却像峡谷一样 有着巨大的抹叉 朱鲁究竟又在哪里呢 对于巴拉村这些村民们的生活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 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里是在十年前的时候 没有通公路 不通电 几乎是与世隔绝 在外人的眼里 神奇壮美的风景 却成了牢牢 锁住当地人的一个囚笼 面对外面世界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 巴拉村人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巴拉村人究竟该怎么办呢 梦想是否能够照进他们的现实中呢 这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 巴拉格宗是我心目的圣地 是心灵的家园 我相信那些语言 我相信那些语言 那些语言 那些语言是否和神就是外国 有人觉得是天堂 有人觉得是囚牢 人许最不好的人可能就在队里面身上的 我希望我们俩都帮到外地 我要这个家乡那就像 祖先千山万水的寻找 却被后人无数次的怀疑 我们为什么长大到那么一个大山的里面 三千米的落差 仿佛就是梦想与现实最真实的写照 而当那些康巴汉子 从大山深谷中走出来 我们聆听到了来自神仙居所的天籃之意 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 处于欧亚板块和南亚板块挤压碰撞边缘 所形成的巴拉格宗 是一个蕴含着高山草垫雪山峡谷冰川湖泊的 珍奇地质地貌遗迹 自然学家则会对这里三千五百米的海拔高差 所形成的立体气候而惊叹 从高原雪线到干热的河谷 巴拉格宗拥有多样的生物群落和景观面貌 有特别专业的就爬高山 到高山湖泊到四千米五千米的地方 也可以去考察高山的珍奇植物 这个可以说是不单是可以体验户外探险的旅行 也可以做一个登录多样性的植被考察 科普考察 所以巴拉格宗的旅游字眼 我觉得如果作为旅游线路开辟出来 那肯定是非常有价值 读书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同学们说 我们家墙怎么样怎么样漂亮 山有多大 水有多深 但是朋友们不相信 那时候就拿一个傻瓜相机 其实也拍不出什么好照片 但是这足够让我们的同学们相信 这地方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2002年 云南省的中店更名为香格里拉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摆在了斯纳定珠的面前 一种大的品牌来了 在大的品牌的那么一个感召的下面 我就想到了应该要开发旅游 再走这个市场化 来操作这里的旅游资源 展现给人们 那么这里的人为 这个当地的藏族的 古老的那么一个文化性的东西 也展现给游客 因为巴拉格中有非常好的生态环境 那么巴拉格中虽然是在战期 但是它的海拔并不高 巴拉格中大峡谷 海拔不到2000米 1800多米 可以说和我们昆明的海拔差不多 所以往往去到巴拉格中的人 是会发现没有高山反应 虽然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到雪山 低头可以看到大峡谷 巴拉格中 它实际上它是香格里拉的中心景区 也就是香格里拉的腹地了 那么它资源禀赋相当好 那么这样子把它转化成为旅游产品 那么它的这个亮点就很多 吸引客人的这个眼球的这个特质 就显得比其他地方的这个旅游产品 更加有血有肉 然后因为我在外面做生意吧 就是魔法滚大了20多年 这以后呢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我应该做了现在 再不做的话 我这一生太遗憾了 他想象星 也想象星 一开始有些 特别是一些亲戚啊 朋友啊什么的 都骗我了 你知道吗 说你这个难度太大 你会不会覆盖累累 而且会跳楼 这么说的 我说我不怕 我确实是用医生来 躲一躲吧 否则我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候 这个年纪再不住的话 我晚了 阿拉格宗 想给大家 国家的风景女神区的 规划论证的时候 通过了 通过的时候我哭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但于规划 当家们的论证通过了 我的这个项目 就可以实施 让我确实听什么 让我确实听 我小时候 这里还是 这里有两个房子 然后那边有一个房子 那边 那边的时候 我小时候几乎就没了 这里呢 是房子非常漂亮的 有两个 你看现在已经变了 我也岁岁来岁 应该是三十 三十年前的事 所以也不奇怪 本来这个瓶板是非常好的 是青柯厂 现在就确实也变了 没办法了 像从做这个东西 还要深思熟虑地去考虑 去规划 要不然的话呢 你说展示过去的历史 这个还是很难的 要发展旅游 就得修一条路 修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成为了以过不惑之年的 斯纳定珠的一个决定 而现实是残酷的 巴拉格宗所处的 是世界上著名的 三江病流核心区域 奔腾咆哮的钢区河 在崇山晋岭中 切割出千米的深谷 尽管风光无限 但是峡谷两岸 几乎没有平地 这条与外界联系的 唯一山岛 开造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时至今日 人们还牢牢地记着 那些建设者们的名字 并称他们类雪山秀林 而要想在这里 修建一条 能通行现代旅游大巴的公路 几乎不太可能 尽管如此 大多数的巴拉村人 还是和斯纳定珠一道 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 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修路所遇到的艰难 是意想不到的 几乎把这位康巴汉子 逼到了绝路 他变卖抵押了十多年经商的积累 房产汽车 直到国际王牌旅游景区 2009年的12年 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2008年 歌手许为 曾慕名来到巴拉歌手 他到了上面 巴拉村以后 他就趴在那里哭 我说 我说干嘛 你哭什么 他说 大哥你不知道 我们城里的人 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感受 一种特有的感觉吧 他说 我一定给你们写一首歌 我一定要唱这个地方 独立在城山之间 春天里寂静的晒雨 仰望纯净的天空 相伴在美丽山水间 相伴着我们的喜悦 和许葳一样 阿拉格宗也是许多艺术家 创作灵感的原型 那里的水 那里的山 那里的草 那里的所有花花草作 一切都会说话的 你好好地 静静地感受 大哥那里能说 他 可以 他好像得像你说话 和你沟通 清晨走在向前小路 映现空气让人遗忘 忘却所有忧伤 去寻找美丽的你 永远永远的向往 在那儿你可以 把心静静地放下 很舒服 很舒服的 然后我们就有了 很多很多的 一系列的这些文化 音乐 MV 第一系列的 创作的灵感 音乐 就在到了巴拉增速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巴拉村嘛 我们刚刚开始那个拍摄的时候 就是就就就就像站在那上 就像呼唤的那种感觉 一到的那个山顶上 就是所有的就是翻了 就已经抛弃了 就抛开了 就那种感觉 我站在彩宇流远的山岗 你的天花花朵回忆又长 风过草地 请问脸庞 童年的时光 还在马背上 那我自己的家乡跟巴拉谷公民 非常相似的 里面 也是一个大峡谷 还有金沙江 所以我第一次去巴拉谷公民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相聚 非常亲切 我一个人这种语言 是应该是表达不了这种美 然后我希望 电视机前的全世界的人们 我希望他们应该去 阿拉格州去放松一下 去看一下 我相信他们去了之后 就不想再回去了 巴拉格州 远起于一次寻觅 人们放弃了 浅赫的权势和财富 寻觅心中的净土 百年的轮回 走出大峡谷的人们 依然恪守着 英雄家族的执着追求 守卫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走了十几年 对我来说 让我最怀念的 让我最愿意享晚的 还是巴拉格州 那么巴拉格州是一个 可以说既有大峡谷风关 又有高山牧场 雪山草垫的这样一个景气 那么这样一个景气 可以说在我走过的世界各地 都不多见 就是那么多丰富的 不同的自然景观 集中在一个地区的 这样的景气不多 我觉得巴拉格州 可以说是我走过的 那么多国家和地区 它是真正是达得到 世界级的一个景气 康辉也决心把巴拉格州 这个品牌把它推出去 使它具体化 使它更加有丰富的内涵 实质 从而起到旅游经济的发展 巴拉格州这景气 应该说是我们云南的 地貌多元化 带来的一个非常具有 神奇特质的景气 那么从这些年来 通过当地企业的开发 然后文头集团又撤击进入 两家联手合作 现在把巴拉格州景气 我觉得从基础设施 接待服务设施 各个方面的设施的打造 包括景气的品质的提升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并且按我们现在初步的议据的话 这么好的资源 这么好的景区 我们希望他们按照我们 国家级的名片 5A级景区的目标来进行打造 如果能按这个目标实现 又为我们云南理由 增加了一款亮丽的名片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作品 让大家去欣赏 希望巴拉格州的名片 更好 贝也中约巴拉格州景区 走越来越好 现在正在我做一个计划 也是很多年前 就想再重返巴拉格州 我想在这里邀约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喜爱富外旅行的 如果你喜爱这个徒步旅行的话 那么我们一起可以走进巴拉格州 只要你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梦想 我们拿起自己的背包 我们相约在巴拉格州 今天我们讲述了一个 曾经封闭贫困的小村庄 发展旅游的故事 有许多的艰辛 也有许多的感动 不仅被这里如梦如幻的景色所震撼 而且被当地人们改变自己命运 寻找心中的香巴拉的精神所感染 现在巴拉格州也正在朝着国家5A级景区的目标 正在加紧建设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了解巴拉格州 来到这里旅游 我们也希望给您提个想 保护环境 真爱这梦一样的想法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期的节目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的康健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在我心里删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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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